在战争片里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这样空头炸弹的画面 其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这些航空炸弹的头部和尾部 都装着一个像是小螺旋桨一样的东西 并且随着炸弹下落的气流吹过它们 这两个小叶片还会快速的旋转起来 那么它们究竟起什么作用的呢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它们弄明白 先把答案丢给你 它们是炸弹的隐性 所谓隐性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让炸弹爆炸的哦 对的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更加重要 却是很反直觉的目的 就是让炸弹不要爆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今天的视频也会分成三个部分 来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 第一 为什么航空炸弹上面 要用这样长得像是一个小螺旋桨的东西来当隐性呢 第二 这样的隐性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第三 为什么一个还不够 非要装两个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啊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隐性的两个目的上面来 一个是使炸弹爆炸 这个太邪而易见了 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 另一个是使炸弹不要爆炸 该怎么理解 诶 准确讲应该是防止炸弹在离开飞机之前就爆炸 你仔细想想啊 虽然这根炸弹的目的是完全相背的 但是在把它捐到敌人头上之前不要误伤自己 难道不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吗 尤其是考虑到炸弹所出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就更应该为此捏一把冷汗了 飞机上的颠簸 遭遇炮火后的震动 落出弹仓时相互之间的碰撞等等 哪一个环节对于碰撞敏感的炸弹来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呢 但它就是碰不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炸弹 撞针和敌火压根就是错位的 哪怕碰得再厉害 连撞针都给碰动了 可敌火不在那儿 它依然炸不起来 只有当炸弹被扔出弹仓之后 它才有可能重获爆炸的自由 而这份自由呢 就是由这个小小的螺旋桨交到它手里面的 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儿有没有一个疑问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让炸弹 仓内不炸仓外炸的话 那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构 在炸弹被释放的一瞬间解除它的保险 让撞针复位嘛 就像扔手雷之前那简单又帅气的拉栓动作一样 干嘛搞什么螺旋桨呢 实际上飞机上的拉栓动作有的 但螺旋桨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螺旋桨建立起了一个无法越过的 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查错的起爆前提 举个例子 要是用普通的保险栓 在炸弹出舱之后就立刻解除保险 那万一在地毯式轰炸时 一口气扔了太多炸弹 它们一出去就纠缠到了一起 然后不小心就撞炸了 怎么办 你说此时它是离自己人更近呢 还是离敌人更近呢 所以这种情况是要绝对避免的 而螺旋桨 在炸弹上呢 它应该叫做隐性的空气叶片 必须要旋转起来 并且一定要转上相当的圈数之后 才会解除炸弹的保险 这等于是设了一个前提条件 而这个前提条件还只能是把炸弹丢出去 并且让它在空中飞过一段距离之后 才算完成 其结果就是啊 航空炸弹对自己而言相当安全 当然有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了 很多炸弹不也是赤裸裸的 直接挂在机身外机翼下吗 飞机前进时吹过来的风 让这些空气叶片转起来 等转够了 保险也就解除了 不是照样危险吗 所以我刚才说了 飞机扔炸弹时呢 也是要拉一下酸的 具体来讲 当炸弹还没有被扔下去时 引信上的空气叶片是被一个安全插销固定在的 这个插销的一端通过一根线与飞机相连 当炸弹投下时呢 线还留在飞机上 于是插销就被自动拔掉了 叶片也就可以自由地转动了 当炸弹下落 空气往上吹时 引信上的叶片也被吹得快速旋转了起来 连着叶片的是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0倍的减速齿轮机构 而减速齿轮用来驱动装着撞针的套筒往外走 慢慢的撞针外移来到激发位置 与此同时啊 一个巧妙的机械结构也让原本与撞针不在一条直线上的敌火 进入到撞针的事先范围 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 于是便一触激发了 完成这些准备工作 到底是需要空气叶片旋转几百圈 几千圈 还是几万几十万圈呢 取决于不同的炸弹和不同的目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炸弹落地急爆 而有些炸弹呢 落地后还需要等一会儿再爆 等一会儿再爆的那种叫做延时隐性 它还有更复杂的结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来讲一讲的 现在还是让我来回答我们今天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隐性装一个还不够吗 为什么还分别要在鼻子上和尾巴上各装一个呢 它的目的是可以让头单手有更多的选择 一般来说炸弹鼻子上装着的都是非延时 或者是延时很短 最多也就延时几秒的隐性 而炸弹尾巴上装着的 则通常是可以延时更长的隐性 从数分钟到100多个小时不等 这两个隐性的空气叶片上都插着安全销 而安全销都用绳子连在飞机上 头单手可以选择让炸弹飞出去时 扯下或者不扯下谁的安全销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啊 假如一枚炸弹的鼻子上装着的是一个非延时的隐性 而尾巴上装着的是一个延时五秒的隐性 好 装着它的轰炸机出去执行任务了 这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一个机场 如果飞过去一看 飞机都整整清晰的停在停机坪和跑道上 那就在头单时把炸弹上的安全销都扯掉 或者是只扯掉鼻子上的隐性的安全销 这样炸弹触地击炸 给敌人停在露天地面上的飞机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而如果飞过去一看飞机都装在机库里面 那就只扯掉尾巴上的隐性的安全销 让炸弹在碰到机库屋顶时不会爆炸 而是在砸船屋顶落入机库后再爆炸 使伤害效果最大化 要我说 这看起来挺草率的两根山子 其实真的妙到不行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点赞关注 然后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吧 我是火箭叔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